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放这边 放这边好吗 谢谢你 来 这里 中间 这边 韦姬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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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门好吗 韦姬 来 轻一下 对 谢谢 韦姬在这边 韦姬 转过来 轻一下 轻一下 对 转过来 这边 轻好吗 其实呢 讲到时候 我刚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有点空白了 但是我觉得 我有准备的感言 然后没想到 真的用拍上用上了 我知道大家 对我这次的期望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当然我自己的压力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然后呢 我觉得我在我们等你呢 我有做到导演 跟监制他们所要求的 所以我 从那时候 我们等你拍到现在 这一路一路上 然后我也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碰到的 其实我刚刚在上面 露奖了两个 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人 一个就是我的姐夫明顺 还有一个就是我姐姐文芳 因为如果他们刚刚没有坐在下面 如果他们在下面的话 我一定会 你知道吗 我刚刚已经整个人有点傻了 有点懵了 所以我 因为他们的细心教导 还有我的这一路上 全部细细多多 碰到我的 我碰到的鬼人 所帮助过我的人 还有我再加一些 自己的小小的领悟性 我觉得 我希望我的路 以后的路 会是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崭新的方位 我觉得他们其实 他们四个人也是 非常有potential的 我 或许是自己比较的 侥幸一点点 或许是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 发挥的比较的 比较的 对我来讲是比较适合 发挥白智商 在我们等你里面这个角色 所以呢 其实他们四个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也是非常的好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只是比较侥幸罢了 所以才可以赢得他们 蝶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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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蜜 蝶�蜜 蜜�蜜 蜜��蜜 蝶蜜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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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 蜜�蜜� 蜜�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